嬌嬌 喔 這個老朋友了 可能我這個老朋友 應該也沒有了 因為要法院見嘛 黃之嬌先生 加油 不要再亂想了 不要想不開 然後頭腦清楚一點 不要再亂講別人 幹嘛還要去扯別人呢 還要扯到你的往事 扯到藝能界的誰 那偏偏我的部分通通不是對的 今天一大堆的朋友都一直在關心我啊 說憲哥出現那個這個性騷擾事件 你會不會受影響 我一點都不會受影響的 各位我是個宅男啊 我每天只會躲在家裡 研發一些新的產品 我根本不出門的 什麼事都不會到我 黃子嬌說我是那個愛情官 哎呀 什麼特別 天啊 人帥真好 人醜就性騷擾 我就是那種帥的 然後男人啊 我跟你講可以 可以風流 但是不能下流 真心真意的 我教每一個女朋友 我都想要結婚生小孩啊 你看 我孩子養得多好 我就愛小孩啊 不行嗎 對不對 我對每一個孩子 認真的交代 我都愛他們 把他們養育長大 有時候 像兒子也會犯錯 那我們也給他機會 好好的鞭策他 讓他有這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是自己錯了就自己承擔啊 你幹嘛還要去扯別人呢 還要扯到你的往事 扯到藝能界的誰 那偏偏我的部分通通不是對的 怎麼辦 那只好行李如宜囉 你如果沒有辦法好好說話的話 那你就非得要到法院裡面去說好話了 加油吧 我們也關心你 不要再自殺了 自殺是最不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當一個男人嘛 要真的照顧自己 好不好 嬌嬌 這個老朋友了 可能我這個老朋友應該也沒有了 因為要法院見嘛 千萬要記得 那些人呢 30歲以前是為自己而活 30歲以後 那就為愛你的人 跟你愛的人而活了 好嗎 黃紫嬌先生 加油 不要再亂想了 不要想不開 然後頭腦清楚一點 不要再亂講別人了 這沒有意義的 加油 佼佼加油 吳宗憲20日正面回應此事 反控黃紫嬌 戰功彪炳 直言 圈子裡面的傻女孩還蠻多的 文中表示 聽了你的愛的告白 財經學 原來平常看你那麼忙 都在演藝圈裡面 幹些什麼 果然是戰功彪炳 一個接一個 烈女怕蟬狼 圈子裡面的傻女孩還蠻多的 最後 吳宗憲更補充到 PS 未完待續